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么每个人的生辰也代表了自己与众不同的命令 下面我们就根据生辰来推算一下 生日是这几天的人肯定会越老越有钱 让人羡慕不已的 农历三日十二日 这两天出生的人生性聪明 头脑灵活 凡事懂得变通 有很强的可塑性 而且性格和善 善于与人打交道 所以往往能得到亲朋好友的帮助 在人生道路上顺遂平坦 家之旗善于把握机会的能力 不到三十五岁便能窜身上位 摇身一变从穷人积身富人的行列 最后享受功成名就 裁风力达 农历四日十一日 这两天出生的人 他们的眼界很远 总是为着将来谋划 所以他们在年轻时候拼命努力 随着他们的年龄不断增大 他们的赚钱能力也不断提高 真的就是越老越有钱 让身边的人都羡慕不已 农历六日二十四日 这两天出生的人 生性努力 能屈能伸 懂事有理 善于储蓄 虽然其小时候的家境可能很一般 得六亲的助力很少 但是凭借自身独立的个性和个人的才智 往往能成年后在职场上站稳脚跟 并且可以借助流年极薪过命的时机 一下月生成为有钱人 裁员广进 农历九日十五日 这两天出生的人 他们做事踏实努力 而且任劳任怨 他们在年轻的时候吃的苦头很多 但是这些苦头让他们不断成长 随着年龄增大 他们能力也就越强 存款随之表示直线上涨 真的是越老越有钱 农历十日二十八日 这两天出生的人 天性激进 善于计算 洞悉人性 社交能力很强 虽然从小的家庭环境普普通通 客观条件相对薄弱 但是其吃苦耐劳的精神过人 能持续地奋斗打拼 天生有不畏艰难的勇气 所以这种人格往往使他们能在社会上立足 并借助流年集运获得成功良机 最后带动财运大发 从穷人变成富温 农历十八日二十日 这两天出生的人 在年轻的时候经常犯错 但是他们有上天眷顾 所以一直过得一帆风顺 等他们年龄变大后 才开始脚踏实地 再加上他们有好运保佑 他们将会赚得越来越多的钱财 日子过得越来越滋润 农历二十三日 二十九日 这两天出生的人 年轻时做事比较冲动 与他人相处时容易发生矛盾 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 他们的性格开始转变得圆滑 他们赚的钱随着年龄增大而增多 可以说是越看越富贵 越老越有钱 现在大家知道都是哪些人了吗 三十年河东 三十年河西 末期少年穷 只要肯努力 即使你不是这几天生成的人 也有机会变成富翁的 今天就讲述到这里 欢迎大家订阅我的频道 你们的支持是我最大的动力 有好的建议 欢迎留言评论 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